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奥斯丁 11月在疫苗的利好消息之下,美股的走势是表现得异常的好 不论是布局在科技股还是传统股的投资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回报 但是目前市场的乐观情绪是出现了报表的情况 当股市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都会有回调的风险 获利回调也是非常正常的操作 加上12月圣诞节的关系,不排除股票基金经理 会卖出一些股票来套现与锁定今年的获利 之前我说过三大指数出现了背离的情况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注意现在追高股票的风险 三大指数的方向及风险都没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今年我就不重复了 上一期视频,我曾经答应过大家要分享关于2021年 少了川普后我会怎样选股的看法 所以在这期视频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支 我觉得在12月值得关注的股票 那我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12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支股票 是大家一点都不陌生的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价在今年已经涨了超过500% 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特斯拉的溢价风险太大 所以对此望而止步 我也赞同现在要追高特斯拉的股价是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特斯拉的产品 即为何它会成为我未来最大的个股仓位 我们知道特斯拉的产品是包括了电动车和太阳能等新能源的产品 而且要注意的是他们的产品将会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而我觉得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 一定要拥有可以改变我们人类及世界的公司 因为这代表他们有一定的垄断能力 这也能够为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投资回报 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 自从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后 它就已经是慢慢改变了我们人类在21世纪的生活方式 苹果产品的互成和非常高 所以在短短的十几年内 股价是翻了好几十倍 当然苹果在当年也出现了被炒作的情况 从2005年到2008年 苹果的股价曾经出现抛物线上涨的情况 任何一个指标在当时都显示了股价是严重操标 后来在世代危机的爆发后 股价暴跌了60% 而且这还不是苹果第一次出现这种暴涨后 出现大幅度回调的情况 在2012年出现了45%的回调 2015年出现了30%的回调 2018年也出现了40%的回调 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 历史总是在重演 而作为长线投资者 其实根本不用理会这些波动 只需要在股价大幅度回调后加仓就可以了 回到特斯拉 他们的产品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及未来人类的生活习惯呢 第一点 特斯拉的电动车是已经能够改变未来的汽车行业 现在特斯拉电动车已经在市场得到了认可 特斯拉电动车的销量在2019年是达到了89.1万辆 到了2020年 马斯克把电动车的销量目标定在50万辆 加上美国、欧洲及中国政府的推动下 迫使以后的消费者只能购买电动车 这也有望帮助特斯拉达到今年交付50万辆车的目标 特斯拉目前是电动车行业的龙头老大 很多传统的汽车公司都没能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潜在的风险 导致他们错过了一次时代改变的最佳机会 特斯拉现在拥有的品牌名声及技术是已经把传统的汽车行业远远的抛在后头了 而特斯拉将减少碳排放量及改变我们人类驾驶的方式 单单在这方面 特斯拉就足以颠覆传统的汽车行业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电动车 第二点 由于特斯拉是电动车 所以这代表它是不需要加油的 而是充电 特斯拉在改变传统汽车的同时 它们也正在摧毁尤其未来的一大部分收入来源 汽车的价格是根据市场供应的需求而定的 之前第一次发生负油价是因为供过于求才导致的 而在未来 汽车的供应肯定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高 所以特斯拉的出现也对尤其的未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现在还只是处于电动车刚开始发展的趋势 电池的技术还没有完全的开发出来 但是在马斯克及团队的努力下 电池的技术是一直在慢慢的进步 最近马斯克在访问中就有提及电池的最新发展 现在特斯拉的电池续航能力是327英里 但是马斯克表示在长期发展下 电池的续航能力有望提高到600英里 在技术的发展下 电池的容量变大 但是整体的重量是在慢慢减少 在这种良性的循环下 电动车的重量减少 也就帮助了提高电池的续航能力 特斯拉在柏林的超级工厂也会制造自己的电池 减少依赖其他公司的产品 在这方面就会看到 特斯拉是能够颠覆传统能源的未来发展 并且在一定的情况下 取代传统能源很大部分的市场 最后一点 特斯拉将会改变我们未来的驾驶方式 我们知道特斯拉的电动车是结合了应用程序的功能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自动驾驶的功能 在几个星期前推出的FSD版本 是得到了很不错的回应 我们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很多适用的车主 更新关于这个技术的视频 我本身也翻查过很多这类的视频 发现目前自动驾驶的技术 对于转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无论是有转、普通转弯还是比较特别的转弯 车子翻错的几率都明显比较大 另外视频里也有提到 美国与欧洲的马路设计是很不一样的 欧洲很多国家的马路跟美国比较来说是比较狭窄 看来马斯克还得花费多一些精力在这几个问题上 不过在大陆上自动驾驶都没有什么问题 有关自动驾驶的最新消息还在27号有了进一步的更新 那就是特斯拉车主有望体验远程操控的技术 这项技术的发展对以后出租车及运输的市场将会是重大的打击 当以后自动驾驶的技术成熟后 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的特斯拉电动车或卡车 有人认为以后特斯拉的车主能够把自己的车子出租赚取一些外块 我不排除会发生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认为有可能发生的是出租车和运输公司的进步 出租车和运输公司完全可以用特斯拉来取代传统的软油车 拼请一些员工来远程操控车子就可以了 传统的司机有可能会减少 但是他们也可以转行为幕后的操控员 远程操作自动驾驶的技术可以大大的提升公司的办事效率及减少成本 特斯拉的无人驾驶技术无疑是能颠覆整个出租车和运输公司的市场 除了特斯拉能够颠覆三种行业之外 我们也必须注意公司的管理层 作为特斯拉CEO的马斯克 他的理想是远大高深的 当初他创立了PayPal 也让我们拥有了第一个以第三方支付的平台 加速线上购物的趋势 支付宝也是因为当初马云听到了PayPal后 才发展出来的支付平台 也才会有今天的阿里巴巴 我并不是想美化马斯克 我想表达的是一家企业的管理层非常重要 他们必须拥有大胆、实际及改变未来的想法 加上行动、参与的成功 像Nicola这种公司就是完完全全的空想 且没有实际的行动 投资这种公司只会让投资者血本无归 马斯克对特斯拉的梦想就是要代替传统的软油车 减少碳排放量及实现全自动驾驶的技术 这些都不是不实际的梦想 电动车的技术在几十年前就存在了 但是当初美国的权贵想要靠石油赚钱 所以才把这项技术封成了 直到现在才又被拿来研究 现在特斯拉拥有非常好的技术与发展 但是他们并不是一家完美的公司 背后的风险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第一个是公司的股价存在非常高的溢价风险 目前特斯拉市值是5,550亿美元 P值超过了1,000 因为特斯拉车子的销售量还没有比其他传统的车子公司多 但是市值却比几家汽车企业结合起来还要高 很多人觉得特斯拉的股价跟公司的收入比例非常不合理 且是严重被搞估了 加上今年市场炒作电动车股票的趋势 是加深了特斯拉的溢价风险 但是P值是可以通过公司的盈利增加 从而降低的 当分母变大的时候 P值就会降低 意思是当公司的盈利增加的时候 P值就不会显得那么高了 所以有时候股价不需要以下跌来成为合理的价格 当然特斯拉的股价也不可能永远都在涨 总有一天股价会出现回调的情况 而那时候将是我们入场的最佳时机 第二就是 有人担心特斯拉过于依赖马斯克的领导 万一马斯克出事了 特斯拉就会出现重大的危机 我觉得这种消息在短期内肯定会让特斯拉的股价出现巨大的回调 但是现在特斯拉的技术是已经实现了 以后的领导人都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来维持研发特斯拉的产品 就好像当初苹果失去的乔布斯一样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将会失去苹果的未来 但是事实证明苹果的股价还是一路创新高的 虽然我觉得苹果没有以前乔布斯再试的时候好 但是乔布斯留下的技术还是成功让苹果成为美国市值最高的企业 因此长期来说 我觉得这对特斯拉也会是一样的结果 第三 特斯拉的竞争对手也在慢慢的崛起 我觉得目前未来汽车是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们的价格、技术及服务都不亚于特斯拉的产品 但是特斯拉跟未来其中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自动驾驶技术 特斯拉使用的是人工智慧和视频观察 而未来使用的是高清地图和雷达 二者的技术各有千秋 但我觉得特斯拉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开车靠视觉 特斯拉以此逻辑训练人工智慧 一旦成功后 以后不需要高清地图 到处可行 未来汽车依赖高清地图 自动驾驶的范围就会被地图限制 也就无法销售到国外 当然特斯拉还有其他的风险 但是这几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所以就没有一一列出 我相信特斯拉在未来的几年将会播 FAANGM的后城 成为市场其中一个必买的蓝筹股 现在的高股价从未来十年的角度来看 可能是非常低的价格 但还是那句话 这取决于公司未来十年是如何发展的 可以看到目前特斯拉的股价是处于抛物线上涨的趋势 加上波浪理论来看 我觉得目前股价还有上升的空间 可是这只是概率的问题 所以您不要以我的观点来作为投资的决定 现在股价的RSI是快出现的超买 因此我们也可以等待股价回调后再买入 还有这条绿色的趋势线 是特斯拉长期的上涨趋势 所以我认为只要股价回到了这条趋势线后 就是非常合理的加仓机会 目前特斯拉在我的投资组合里的占比 是只有10%左右 而未来我将会把它调整到40%的占比率 也就是说未来我将会特别关注特斯拉的股价走势 只要每次股价出现至少10%的回调 我都会一点一点的补偿 我的长期投资组合并不会买入超过10只股票 因为我并不像阿基金那样 有很多分析师可以帮他们挑选好的股票 我的个人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只要跟踪几个我觉得潜力比较大的股票 就已经能够满足我想要的回报了 分散投资是让我们减少损失 而不是要把整个大盘买下来 所以我并不会在同一时间投资超过10种不同的股票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边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视频的话 希望你能帮我点个赞 要是我的频道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知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